清明节过后正式采收梅子的季节 而中辽乡农远林福利协会 不仅长期帮助在地所需 也与信义乡农会长期配合红之乌梅 福利协会总干事也感谢信义乡农会长期的配合 才能让协会持续的帮助在地所需 信义乡农会就一直农过去每一年都会叫我们乡乌梅 他们也是有很有爱心 就是说让农远林福利协会谈 谈的钱也都是投入公益 其实说起来 虽然说来内大小玩工、火锅、包括玩锅 在那里是说什么人不离来投入做义工 来到乡农 农中也是希望说 将收谈的钱也能投入公益 做一些社会工作 红之乌梅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火候的控制及温度的调整 才能让每一颗乌梅都有黑亮丽 靠那个炭火啊 熏啊慢慢的熏 熏起来 它要以后你就要看这样 它的颜色重复的工作就一直剪 剪了就是要变成这样黑黑的才会好 温度它差不多在四十度五十度这样 新原料只要肯定辛苦红之乌梅的工作人员 让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最优质的 姜 마음 做乌梅资质拼切非常与能赞贪 因为乌梅资的製造的过程 就是回到我们中队 龙原紅蘇博物理博会的工资 在这里做风干 这边做风干 因为有去枕影韩的日经级经验 所以来推到乌梅产 pharm 透過洪志五媒所委託製作的經費 不僅能夠投入公益 也能讓農眼林福利協會持續幫助在地所需 記者李永勝 中療採訪報導